為了要遏制高通膨 美國聯準會昨天在宣布升息三碼 而從今年三月以來 已經累計升息了九碼 二點二五個百分點 外界憂心 如果不跟進升息 台幣與美金的匯差 恐怕會持續擴大 而學者則是預測 央行升息大概九月跟進 幅度約半碼到一碼之間 到銀行櫃台繳卡費 每個月還有房貸要扛 智慧上班族抱怨 今年央行連續兩次升息 每個月賺的錢幾乎都給了銀行 雖然央行今年至今累計共升息 1.5碼百分之零點三七五 外界預測今年九月十二月兩次的 理監事會還會繼續升息 全年恐升息約二到三碼 因為壓力來源 除了國內的物價通膨壓力 主要是來自美國 美國聯準會從今年三月至今 已經連續四個月升息 合計升息九碼百分之二點二五 升息幅度創四十多年來最大 而且聯準會主席 鮑威爾更預告九月還會再升息 美國升息三碼後 二十八號臺幣對美元的匯率 以二十九點九二八元作收 升值零點五分 學者分析隨著美國大幅升息 熱錢勢必向美元靠攏 若不跟進升息 台幣美金的利差恐繼續擴大 這個三字頭很快就會看到 尤其是美國現在一口氣升息 三碼之後 聯準會到九月還至少會升息兩碼 所以綜合考量之下 央行在九月份升息兩碼的可能性 其實相對來講就會比較高一些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 台灣的外匯存底高 不怕利差擴大 但不斷的升息 恐影響投資 目前臺灣銀行房貸利率百分之一點 六八五起跳 尚未破二字頭 若九月十二月再升息 對房貸足影響大 不過學者表示升息幅度高低 還要看下半年的經濟數據 關鍵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若繼續升破三字頭 央行升息的力道只會強 不會弱 記者黃立委 彭曉祖 記者 李宗盛 李宗盛